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Andy做上去之後 這些功能全部毀滅 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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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剛都白忙一場 我雖然是沒什麼營養 不過我也是很努力在擺Po 你說我對你很顧眼是嗎 連招牌都沒有 你看 小章 很營養 唉唷 幹嘛我自己底盤不會磨到啦 可怕 不是我看停哪裡 我一直對這幾台機器真的是超有興趣 我就想看他們的ROM 喔 對是新增的 對啊 是不是 它有什麼功能 它的作用是幹嘛 作用好 然後再經過神來比 Andy做上去之後 這些功能全部毀滅 就是 包庸之鄉 對 對 就是剛剛都白忙一場 我也不知道你們到底在錄什麼 我認識你應該十幾年有了吧 這句話 有 你現在是最瘦的時候 白忙 哈哈哈哈 你知道嗎 你說到 泡茶的老闆下來 工資是五倍幾票的 這就是小事 那這個過程有兩個目的啦 第一個就是你洗完之後 等一下配重的時候 你就不用再輕過一次 它配重會黏得比較好一點 另外一個就是在洗的過程當中 它會泡泡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框 其實它會有殺紅 或者是裂開 嗯 有時候它被粉塵蓋起來 也看不出來 哦 一方面也是好檢查 對 剛剛有洗完有沒有 它那個原本有刮傷的電 就跑出來了 嗯 它還會比較好理解 就是說這個傷軟是施工前造成的 有時候那個車來的時候 它可能會壓到很多奇怪的東西 土啊 屍體啊 打便啊 對 施工的過程就會很麻煩 所以單純就一直把它其實 嗯 好 我們剛剛選那個軸套 是為了 在這上面抓到中心點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做 圈的增圓度 跟 胎的形狀搭配 這個要確定的就是 我們輪胎會有幾個問題 就是 第一個它會有形狀的問題 它這樣看起來很圓 可是它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圓 另外一個就是它在製程的時候 它的胎壁整圈裡面呢 它會有比較偏軟 跟比較偏硬的點 那這個點是不平均的 所以呢 我們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有時候你 做平衡的時候 把重量搭好了 可是它還是可能造成抖動問題 那因為它是形狀造成的 那形狀會有來自於圈 跟來自於胎的組合 所以呢 它如果說兩個都有 所謂的高點跟低點的時候 可以互相做一個搭配 那它就變得比較圓一點 有兩邊互補一下 對 那我們遇到另外一個 比較麻煩的問題 就是它的軟硬點 軟硬點沒有辦法 從形狀上面看得出來 所以它必須要利用加壓的方式 去把它測出來 它一帶製造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一個 向左或向右的一個側向拉力 它這個也很麻煩 這個都是有裝上車之後 亂速搭配之後 在定位沒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生就是 車子往某一邊去拉的問題 對 我們有時候說 車子會放的最晚 有時候不只是地形跟外區 對 它有時候是輪胎車拉造成的 輪胎車拉 那個車拉力沒有辦法被消除 但是它可以被搭配 就是用互相抵消的方式 好的 重點就在這裡了 我們現在是新胎的安裝 所以我們會用 框測量 然後再加上胎組裝之後的 整體的搭配的模式 那首先這個呢 它就會先測你的 框的增圓度 它等一下會有一個雷射 會去掃它的那個胎斗的部分 然後去測出它的增圓度 然後呢 它就會測出它的這個框的增圓度來 那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它的上跟下會有偏擺的問題 所以呢 它大概偏擺了0.4mm左右 對 那有偏擺條件之後呢 等一下就可以去跟胎的偏擺 去做一個搭配 但是如果胎的品質很好 或框的品質很好的時候呢 它就沒有辦法去搭另外一個 那測量都會有誤差 這個只是說 做一個測量我們有更多的條件 去把它組合起來 讓它更好一點 那我們等一下再做驗證 因為我們兩台都可以做增圓度的測量 那一台的增圓度測量會精準度比較高 這個就是精準度稍微比較低一點 但是它可以做比較完整的搭配 好 接下來它等一下裝好之後會再測量一次 那這個啊 這個啊 這個啊 傳統的我們的這個 我們叫輪胎的拆裝油 基本上它不是一個油啦 它就是一個潤滑質 對 那它有分 它有分 像 這種 會有激烈抄駕需求的 車啊 會建議啊 要使用啊 不會打滑的 如果是傳統的那種拆裝油啊 它會有一個問題 它很慢乾 它潤滑的很好 可是你裝上去之後呢 它不會乾掉 那你在激烈抄駕的時候呢 胎跟圈會一直餵你 一直餵你 會產生餵你的問題 那這種的話就是針對 就是 快乾型的 上去之後它很快就乾掉 會變色 它可以有效的去 減輕 這個因為拆裝油造成的位移的問題 我記得像GTR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規範喔 它輪胎拆裝的時候 必須用專用的拆裝油 因為會造成 因為它那個 可能扭力太大了 讓它那個 開圈位移的問題 好 我們要給它一個測試胎壓 接下來那個滾輪就會對輪胎做加壓 每一台車呢 載動指數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輸入這個輪胎的載動指數87 好的 接下來呢 就是重頭戲啦 開始做加壓測試了 好的 它測試的結果就出來了 它會有一個LFV 就是側向拉力 現在的輪胎其實都做得很好 所以側向拉力都很小 像它側向拉力只有12牛頓米而已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彈跳 這上下彈跳的硬力 它會有88N 基本上呢 黃色都是在可接受的範圍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胎跟圈的中心點的偏移量 大概0.32mm 基本上呢 也在合理的範圍裡面 對 所以最終呢 它會判斷出來就是說 你這個胎圈搭配呢 是OK的 它就顯示一個綠色 那通常這個狀態就是一個良好的狀態 也不太需要再做額外的去搭配 這樣是一個正常的範圍 對 在一個範圍 當然這個紙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但它並不代表說 越小就表示說 不會有抖動的問題 只是相對來講 如果它那個紙越高的話 你就越可能產生高速抖動問題 這個部分是指在加壓的時候的變形量嗎 加壓時候呢 它會回彈一個額外的力道 但是呢 它不一定再單一個點 它不一定是單一個點 而是它會測出一個曲線來 像這個 我們在裝胎的時候 胎純的固定點在這邊 所以它主要是測量胎純的地方 那它就可以測出說 理想的這個框的形狀 可能就是藍色的這一條 但是你實際測出來的時候呢 框不可能是增圓的 所以它就會有這樣子 上上下下的一個起伏 通常範圍如果不要差太大的話 都屬於一個良好的範圍 那這個就是 LFV就是側向拉力 對 這條胎在自然滾動的情況之下 會往哪一邊產生一個側向的拉力 那如果你要知道方向的話呢 必須把胎呢 反覆的正裝反裝 然後它就會測出你的方向 是哪個方向 彈跳力搭配 跟胎紋深度搭配 另外會有一個第四個模式呢 它會做外進搭配 那為什麼要做外進搭配呢 四輪傳動車 要做外進搭配 因為啊 台灣比較沒這個問題 如果是在歐美啊 它一次要跑可能上百公里 它四輪傳動的系統 如果你的胎啊 外進啊 差一比例 可能差個幾% 它累積下來之後 都會造成那個差速器的損壞 對 所以在國外的話 他們會去看你的外進 那做完之後呢 它四顆數據如果都出來之後 你就會選一個 搭在一個最理想的位置 好的 所以第一顆我們完成了 我們現在做的啊 這一台啊 因為多了一個滾輪的加壓 那如果你要做形狀很精密的搭配呢 就需要用到另外一台 它是影像式的 這一個是屬於壓力式的 那一個是影像式的 一個是有接觸 一個沒有接觸 這個動作是側漏 好 現在先做全掃描的模式 這台會有五個鏡頭 對胎圈做全方位的三種掃描 它現在在掃形狀 它等一下會再測重量 測重量的時候就會加速 就是 筋排啊 或筋碗椅啊 好 好 這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會有個驚探號 通常驚探號呢 不代表有問題 但是呢 它在掃描完的時候呢 只要跟它DATA有符合的 它就會顯示給你 像它這裡會告訴你 車輪有凹陷的可能 有沒有 它要叫你檢查胎壁的部分 但是你是一個新胎 看一下就是 哪邊可能有問題 它就告訴你說 變形的可能 的位置 這條胎 本身應該是對稱的 但是你在某一個部分不對稱呢 它就會警告你 就是做檢查 有時候它的輪胎啊 它在製程當中 做出來之後啊 它就是會有 你去看馬牌 跟米其林都會這樣子 它會再突然一個地方 就凹進去 對 它應該結構設計的時候 製造流程 造成 它通常會告訴你啊 這邊會有比較凹陷嘛 你去檢查 如果沒問題的話 通常就沒有問題 像你也可以去看你的 所有胎面的變形量啊 沒有一個在最佳狀 哈哈哈哈 這個胎不可能是那個 因為它會有一個Pitch啊 不同的Pitch 因為它Pitch每個胎塊大小都不一樣 這個是為了 就是 噪音互相比較的設計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會用這個去看一些問題 那這個部分就是在檢查你旅圈 是不是有瑕疵 哦 對 你可以去看你旅圈每一個點 好 這一顆就是 它告訴你的問題點 基本上你目視檢查之後沒有問題 所以就OK啦 形狀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才會開始做重量的搭 那個搭配 就是配重量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 形狀通常搭起來之後啊 它配重量你其實就不會差太多 所以你配重快就可以貼上 配重量的部分 你可以去選擇你要貼的位置 譬如說我覺得這個位置不好 我就可以去改變它貼的位置 有這麼人情 像在這裡的話 我們就要貼絲 誒 誒 所以你換位置啊 左右 特數就會複補 它會痠斷斷 對 力圈 現在它全檢測過了之後呢 第二次的測量它是只會做重量的部分 就是做重量的部分 就是做重量的部分 它這個本來就有個流程 對 這樣子的話就OK了 所以這條就等於在形狀上面跟重量上面就可以解決了 它這個的狀況就會比剛剛那個好很多 它的偏移量啊 它的側拉 它的硬力彈跳都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以往大家會很去看這個所謂的黃點輕點 然後一定要去搭配氣準 其實這是不一定的 因為黃點的重量就表示 這整塊 這整塊 相對整個輪胎來講 這裡比較輕一點點 但是因為我們的開圈是有寬度的 所以你有可能是重點在這邊 輕點在這裡 這裡或者是這裡 不一定 所以它並不一定就是拿來搭氣準 出廠的時候它會做一個測試 就是說這個角度是輪胎最輕的地方 那你在做大量組裝的時候呢 市售框沒有 但是原廠框會有一個標點 會標一個點 它會有 有些是會做重量搭配 就是框這裡比較重的 它就會去搭拍的輕點 然後把重量降下來 可是這種做法呢 漸漸的就會被形狀取代 因為呢 重量被搭完之後 沒有辦法改變形狀 那形狀搭完之後可以改變重量 所以現在的車廠 慢慢漸漸改掉了 把它改成就是說 我用形狀先搭配好 所以有些在標一個紅點 標紅點呢 就表示這邊是最硬的點 然後它會去搭鋁圈呢 最低的點 所以硬的搭低的呢 在旋轉壓在地面的時候 彈跳就會降低了 了解 形狀會比重量來的優先要先出現 對 因為配重沒有辦法改變形狀問題 所以形狀先被解決之後 再靠配重解決重量 對 以往會有就是說 這個胎圈啊 如果說 配重量越低啊 就表示說 可能這個工作的越好 或是胎圈品質越精準 其實這個沒有絕對 它有可能 重量搭起來很少 可是它的形狀呢 差異過大 那有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 你形狀搭好之後呢 會發生重量差很多的問題 那這是一個取捨啦 就是說 你要以形狀優先 或者是重量優先 只能選一等 這個部分是一個迷失啊 因為有時候說 輪胎裝好之後 黃點沒有對氣阪 這個沒有組好 這是錯誤的組裝 但是對於沒有那個 比較高階機械來講 它就是一個參考值 對 因為有時候 形狀跟重量 它有一個相對的關係 形狀搭得越準啊 它的重量的差異就會越小 對 它會有這個原則 重量測起來其實差不多 但是形狀它的差異大 這個時候行駛上 會有什麼問題 呃 會有彈跳的問題 對 因為形狀 它在拍快每一個角度啊 落到地面的時候 如果它比較硬 或比較凸起來 就會像你去壓到東西 它就會有一個彈跳 就抓地力就很不平均 嗯 就抓地力的部分呢 我們並沒有辦法 有效去證明說 抖動這件事情 會不會造成抓地力的差異 但是呢 長期的這個抖動啊 是可以確定 它會造成一些基建的壽命降低 當然 它最明顯的是 就造成駕駛感的那個舒適性不良 這裡都OK 沒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看MG的會不會硬體 比較多一點 代表這家大陸做的框皮 質料還蠻好的 嗯 就是在形狀上面 沒有特別的問題 好 好 就完成了 這個應該是右拳 看一下啊 換MG的框就沒壓力了 沒電了 怎麼速度忽然加快的 有了 你了 有了 有了 你了 你了 要吃點 有了 有了 沒有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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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喔 不要怕專業 被你造一個 被你造一個什麼都掉廣 輪胎界的李小龍 金髮 李小龍 金髮 這次要我的名字 金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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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celui 金髮 金 02 5到2米 出了來就好了 好,剎車踩著喔 好 來,往左打 CASTA好前面喔 沒有特別推前面喔 喔~~ 有人推到最大耶 8度耶 你這邊的Camber 如果再往復的條啊 這個CASTA就會變小 這個設計是靠三角駕位的 所以它兩個會互相影響 它如果把CASTA往前推的時候呢 那個Camber我記得就會變小 那如果它把Camber呢 一直往復的一直加大的話呢 CASTA就會被縮小 所以這兩個就一直拉 我想要前面維持在兩步 好,先調看看啊 來這時候,正下 慢 差一點 好,測試結果就出來了 胖子坐進去的時候 前面就會變平均了 好,測試結果就出來了 然後後面大概差30公斤左右 然後後面大概差30公斤左右 然後這一支避震器還是比較軟一點 然後這一支避震器還是比較軟一點 對啊 然後這一支避震器還是比較軟一點 比較軟一點 比較軟一點 左邊都是左側比較軟一點 左側看起來比較軟 對,左側看起來比較軟 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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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你定位亂做避震器亂調都快啊 對 這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 不需要設定的男人 這我都忽然不知道該說什麼 還是我左邊 左邊有什麼問題 這邊到 後面軟掉 遇到大產 低頻的時候 就是震動低頻率 高頻率 然後低頻率 但是比較大 低頻率就是 像是過彎 就是低頻率 然後你遇到那種肺震的那種 就是高頻率 哦 你這樣不會過左彎的時候 車輪也會感覺比較 因為那天開是確實又 就是 可是應該說每個出彎都滑 你有一半的重量 比如說你有41%的重量 在那個過程是 懸空 是懸空的 這比較貼地 對不對 對 但是它的避震器就是比較軟 對 它的阻擬就沒那麼軟 其實就是 你在不去考慮到 就是車身動態反應 這件事情的話 今天其實越軟越好 越貼地 對 這個是 就是 沒有什麼 沒有好或不好 物理上就是 這樣子 甚至 我之前有看到 國外有一個車手 它 G37下賽道就是一直推 一直推 然後後來就是有一個 技師就 幫它把前面的防禦桿拔掉 下去之後就是 完全不會 然後秒數就是衝上去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它 前面的抓力力不夠 對 然後它把防禦桿拆掉之後 其實就是 會讓它 兩邊的懸吊互相影響的程度 也會少一點 嗯 你知道GTR防禦桿多細嗎 原廠防禦桿超多 後面啦 後面那媽的 那個也是一樣啊 小懶舊 防禦桿它 它是一個調教的光 然後在一些情況下 你可以拿它去換 減少你Camper的變化 因為你壓縮的越少 你Camper在這過程當中 變化也越少 有一些車它是 靜態Camper的狀態 其實就是對它來說是比較好的 它大概可以Puff 可能百分之60% 百分之70% 是它狀態最好的時候 那它如果再去變化 在Camper Gain的時候 它可能會增加了太多 Camper Gain對它來說沒有幫助 它會讓它抓力力變小 所以說他們 就可以把那個 黃金桿當作會調教的 讓它去維持在 比較好的Camper的範圍裡面 東西太多了 條件跟你的需求 它就是得不一樣 之前那個黃金桿有調印 就是像我那個 潘氏姐的策略真的沒有大 它有說調印 然後 照理說會比較合格 如果有調過前面調印 那真的超難怪 身體這麼Q 被你講的好像那個鐵條一樣 明明QQ的 Q耶 我終於壞掉了 終於壞掉了 姐姐是因為0.1 才抓力太強 很快啊 0.5毫 欸 很少 我覺得剛剛我們抓力的輪胎 我也很少 去確定到底方案牌是不是正 沒有沒有在想 對啊 我GPR有方案牌 這是因為你所以他才第一次幫我 你聽一下 你聽一下 我聽一下 這抓力應該也不錯 工工工工 上車啊 好 沒問題 掰掰 謝謝啦 不會不會